哈囉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如何DIY更換淋浴的蓮蓬頭 以及淋浴的軟管 那我們來到那個大賣場 直接來買我們要的淋浴軟管 軟管的話大概有分成金屬的跟這種塑膠軟管 那尺寸的話大概是有5尺的 6尺的還有8尺的 價格大概就是100塊上下 尺寸的話我是5尺的就夠了 如果你有其他的需求 像是你需要打掃清潔廁所的話 需要比較長的管子來沖洗廁所的話 其實你可以買到甚至6尺或者是8尺 那1尺大概就是30公分左右 那8尺的話8324大概是200多公分 那這邊還有蓮蓬頭 好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次更換的話 基本上需要什麼工具 那先看一下這個 這個我們俗稱鯉魚淺 它的功能有點像片雞一樣 那就是像我們一般這種 網管可能上面有一些六角的 那個需要去轉的話 就是可以用這個 那這個的話缺點就是說 它旁邊這個粒粒的 它可能會傷到這個表面的那種鍍鉻 鍍鉻的這個金屬的那種感覺會傷到 那另外一種的話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俗稱 加瓦鉻 就是所謂的壓嘴鉗 它功能基本上跟這個 差不多 那它 可以調整的那個 幅度比較大 它可以 轉動更大的一個 螺帽 那如果你連這兩種都沒有的話 其實最一般的話我們常用的可能就是這種所謂的 夢記 這個是活動版手 那這個是比較一般外面買得到的夢記 那水電的話其實還有水電專用的夢記 那前面的頭是比較尖一點 那其實這個就可以用了 那它這個也是可以調整 因為它是可以活動的 所以你跟活動版手 然後把它調整到這個羅毛的一個大小 然後直接這樣轉動 那這個的話的好處是尺寸加好 基本上比較不會傷到這個材料的表面金屬 像這種的話就比較容易傷到表面 那如果你連這三種加你都沒有這個的話 其實片吉也是可以用的 但是片吉這個叫老虎錢 片吉的話基本上它是比較屬於電工具 它是材質會生鏽 所以它是屬於電工具 它不是水工具 但是因為如果你家裡沒有水工具的話 其實它還是可以臨時的來替代使用 但是你要很小心 因為它一定會把這個表面 傷到 那用完的話如果沾到水 建議你還是要把它擦乾 然後上一點油 不然其實很容易就會嗅死 如果你跟我一樣喜歡DIY的話 個人會建議基本上還是要添購一些最基本的水電工具 這樣子做起事來會比較順手一點 我們剛搬來不久就發現了 廁所的軟管需要更換 那既然都已經要換了 那我就決定把所有廁所的軟管跟臉風頭一併更新 那其實更新這個的話 自己DIY其實很簡單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很困難 所以要找水電 但是這種小工作其實水電師 我不會太愛來安裝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自己去一些賣場 像什麼小X百貨啊 東X5啊 甚至BXQ之類的 買這個臉風頭跟軟管自己來換 那很簡單 那怎麼更換呢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臉風頭的狀況 它這個軟管呢 已經剝落 這金屬已經剝落 那其實這樣蠻危險的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蠻利的 這個是金屬 所以你在洗澡的時候 如果不小心手去化到的話 可能會流血 所以我們決定把它換掉 那這個臉風頭跟軟管中間接觸的這個地方呢 只要用力一搬就分開了 把它懸開就可以 那軟管跟水龍頭 貼的這個地方呢 它需要用到活動板手 或是壓嘴前把它懸開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動作 這個呢 先把它懸開 用手把它懸開 然後臉膨頭跟軟管分開 然後這個地方呢 我們用活動板手 這個 好 把它轉開之後 再動手把它轉開即可 好 這樣就好了 那這樣這個水龍頭其實 已經有一點壞掉還在滴 我們下一集再來做如何更換水龍頭 好 那接下來我們把新的這個軟管啊 好 這新的軟管這一頭 我冒著這一口 直接鎖上這個水龍頭 好 先用手 把它懸到最緊 然後接著再用這個 懸到最緊 手先轉動了 然後再用這個呢 活動板手呢 稍微呢 把它懸緊 好 不用懸太緊 一點點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好了 然後另外一頭呢 就直接把 好 這個蓮蓬頭 這蓮蓬頭還是好的 還可以用 直接手這樣把它 懸緊 就好了 好 這樣就可以用了 但是我有買新的蓮蓬頭啦 所以我要裝新的蓮蓬頭 買了這一支 蓮蓬頭 這一支的話 它是有所謂的 賣飯時的什麼 過濾功能啊 想說用看看囉 一樣就是這一頭 直接 把這個蓮蓬頭呢 用手這樣旋鈕 右旋旋進去 然後 旋緊 用手旋緊 這樣就可以了 OK 好 我們再去換另外一個地方 好 我們來到另外一間廁所 來換這個軟管 那這個軟管呢 一樣就是這個金屬呢 也已經脫落 那這個地方其實會割手 那我們像這種情況還是會建議大家把它換掉 那我們先來拆這個軟管 一樣是用這個活動板手 然後呢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呢 把它全開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呢 把它全開 好 我們再到下一個去更換吧 好 我們來到另外一間廁所 這個軟管也是壞掉 它是 它是這裡 這個塑膠接頭 這個地方呢 它已經裂掉了 我們把它放開來看一下 好 好 那這個整個塑膠都裂掉了 所以呢 水一打開呢 它會從這邊 直接噴出來 好 所以我們直接把它換掉 那這個水龍頭 前一陣子剛換 所以 繼續使用 把拆下來 我們把新的軟管 一樣是順時鐘 然後 順時鐘把它鎖入 好 先用手 旋 又旋到最緊的狀態 手轉不動了 再用活動板手 然後大概 輕輕的把它鎖緊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呢 再把原本拆下來 用手 旋緊就好 OK 好兵 OK 是不是很簡單呢 甚至覺得 自行更換檸檬頭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 跟意見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今天影片就到這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分享 加訂閱喔 掰掰